好,这里题目给了两点AB 他说这两个点呢,在直线L的两侧 一个在左,一个在右 或是说一个在上,一个在下 好,而且呢,AB直线呢 交L于P点 因为在不同两侧嘛,连起来一定会碰到直线L,对不对 好,我们要求这个P点呢 把AB线段分割成这两段的一个比 好,我们先画个略图来跟同学说明一下 这条直线的走向呢,我们大致勾勒一下 斜率是负的,对不对 而且是五分之二,对不对 斜率呢,是负五分之二 还不到负一嘛,不到45度 再平缓一点,斜率是负的五分之二 大概是这样 好,A点单区是负的,对不对 B点单区是正的 所以A在负号区 好,在左边 好,B呢,就画在右边 好,那他说这两点连起来的时候呢 会跟L碰到 这碰到的点叫做P点,对不对 交于P点嘛 好,所以整个图形的相对位置 我们已经画出来了 我们要求什么 就是求这个跟L的交点 把线段AB分成两段的话 这两段的比 AP比上BP,对不对 好,那怎么样去把这两段算出来呢 最简单,最奇怪的想法 老师,我把这条直线跟这条直线交点P找到 因为AB两点本来就知道了嘛 那这三点如果都知道 两两引距离 我们就可以算出真正的距离啦 那要算比更不成问题了嘛 真正的距离都可以算出来了 好,当然就比例就不成问题了 但是呢,注意看哦 这两点都可能是斜斜的 直线也是斜斜的 好,即使P不难算 但请注意 如果我现在把AB对直线L做垂线的话 注意看哦 做垂线过来 做垂线过来 观察一下 你会发现什么东东啊 好,这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对不对 好,这里也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好,你要算的这两段的比 注意看哦 AP比上BP 是不是就可以转成这两个直角三角形 应该是相似嘛 对不对 直角,直角,对顶角,对顶角 A相似啦 所以这两段的比 其实就是什么 这两段的比 对不对 就是高的比嘛 这两段橘色的高 其实就是A点到直线L的距离 B到L的距离 对吧 而且这都有公式的啊 很好算 点到直线的距离公式 拉出来就可以了 所以AP比上BP 根据图形 就是点A到L的距离 比上点B到L的距离 对吧 好,点到直线距离呢 有公式 好,就把公式带进来哦 好,分母呢 有一个细数的平方相加开根号 对不对 好,其实这里呢 分母可以不用写 因为等一下会约掉的 对吧 有一个2平方加5平方开根号 这里也是一个2平方加5平方开根号 分子呢 把点带入之后还要挂绝对值的 别忘了,对不对 好,要挂绝对值的哦 那距离比算出来一定是正的 不要算出来是这个1比负2 负能,距离负的都凹进去了哦 所以要挂绝对值得要记得哦 好,所以我们把点带入就可以了 A点带入L是谁啊 负4减20再减2对不对 好,这里呢 B点带入L是谁啊 B是7跟8对不对 14加40还要减2哦 好,这里呢 化解一下 分母不用看了哦 这里是26,对不对 好,负26取决的值了 这是谁 54减2,52 好,所以刚好是1比2 对吧 好,关键就是这个图形 好,距离比 好,转成什么 线段长转成点到直线的距离比 会好算很多 因为有公式 好,再强调一次 刚刚老师的第一个解法 也不是不能解哦 因为AB两点是可以引直线方式的 而L题目也给了 对不对 两直线解连利 焦点就可以起了 只会这个焦点座标 可能不是很漂亮 好,那不是很漂亮 有分式甚至有根号的情况下呢 你再去 引距离的话呢 就会使得 市值会变得很丑哦 那最后当然是可以约分的 约完一定也是1比2的 好,不过呢 用距离比 点到直线距离公式 还是稍微快一点哦 计算量会少很多 分析到这儿咯 好,不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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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过呢